在新加坡有一位女性徐美婷 生活充满了考验 本身是一位职业妇女 又同时要照顾97岁阿嬷 中风又失智症的爸爸 以及养育四个孩子 忙碌生活除了家人互相协助 也有慈禁人医会定期完整 减轻照护压力 97岁的阿嬷罹患皮肤癌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有痛讲啊 有痛讲啊 近70岁的爸爸半年前中风 且有血管性失智症 我要开始了 你跟他算 看他有没有本事去吃一碗炒饭 慢慢行都要 他的数学啊 然后他的缺乏记忆啊 就可能就会忘记 对 所以我们就每次要跟他练习 当他是小孩子这样教 徐美婷还是位职业妇女 育有四个孩子 最小的才五岁 老三今年要参加《小六会考》 你可以拿几乎试试试试试看 至少继续一张课 只有两项 这个年纪念网络 来吧 哦 要试试试试试 是习习 这 这是习习 不要跳 不要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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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放开 好 我想说我们的银银 银银银都是像鱼银银 每天 每天 对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好 明天再继续 可以继续 每天咯 每天都是这样 拜六礼拜比较好一点 不然平时放工回来都是这样 我很欣慰的是我孩子 他们都很了解家里的情况跟状况 我也没有限制想说你们一定要在家哭 可是他们看我这样辛苦 他们就会自动咯 他们很自动的 真的 有时候就老大老二 可能就会帮我带一下小的放学 他们也有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我也感觉我妈 她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手上 很疲倦 所以我感觉我应该帮助她 让她的责任 定起来探访的慈激仁一 也是美婷的最佳队友 她就觉得她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 她不要太多激烈的治疗 我们就批准是症状 就是她有症状 我们治疗她疼痛 她有哪里不舒服 我们就治疗她的哪里不舒服 我们就治疗她的哪里不舒服 对 对 所以好 症状就好 你只是在责任 不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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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来都是慈激的护士 医生帮我们照顾 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打电话通知她们 她们会给我们很多建议 有什么东西就是 我们只要是WhatsApp她们 她们就会回复 就很快的一个回复 所以我们也大概知道 要怎么去处理阿嬷事情 日子过得忙碌 心却不忙 彼此都珍惜此刻的幸福 我来的时候我是百姓人 对 真乖 好 百姓人 我无法陪我 也不只是单单单起来 我是觉得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 她带带我们 然后因为父母要工作 所以很长时间我们都是她陪我们 所以她可能带我们去学校 带我们放学 带我们去补习 我们人常说的嘛 她顾我大 我顾她老 大爱新闻 蔡宝林 戴小庆 新加坡报道